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太福音第6章19到34节 马太福音5章到7章是 耶稣基督对于基督徒生命价值观的一个教导 包括新约基督徒对于旧约律法的态度 基督徒对人 对神 对于财富 对日常所需的一切等等应有的态度 特别是强调所有的一切都在于我们的选择 透过我们的选择表达我们的态度 透过我们的选择展现我们的核心价值 财富人人都喜爱 财富累积的目的说穿了 其实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将来 耶稣提出一个让人惊讶的问题 财富不单可以保障自己有限生命的将来 适当的运用财富更可以为自己经营永恒 耶稣提出一个有趣的对比 今世财富可能会朽坏被偷窃之余 但是以今生财富进行永恒 却是一个我无比智慧的一个宝藏 若是看永恒的价值过于有限的今生 放眼永恒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 耶稣的观点是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看清楚财富如何运用凸显出最大的价值 这不是走财富累积的路线 而是走一个智慧选择的道路 它与个人的智慧能力 恩赐财华无关 重点指在我们的眼光 有眼光的选择不但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有智慧的选择使我们生命的投资 发光发热 原来眼光不只是智慧的选择而已 还是一条荣耀之路 这样财富运用的智慧 必须要有信心作为支撑的根基 因着对神的信心 知道自己是神美好的创造 知道选择合身心意的运用财富 才是真正的智慧 事实上神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运用时间 我们的生命来换取金钱 我们运用时间 运用生命来累积财富 我们运用时间跟生命 来服侍别人 服侍神 我们运用时间生命的方式 凸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展现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 到底我们在神眼中有多尊贵呢? 耶稣用天上的飞鸟 野地的百合花 来做一个比较 唯独看见自己的价值的尊贵 我们才能够展现真正对神的信心 以今生的财富 我们的生命跟时间来经营永恒 除了需要有眼光 还需要有对自己尊贵价值的认知 以及对神无比的信心 亲爱的你 盼望我们都学习到生命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绝书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就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 主让我们在你面前 懂得做一个智慧的选择 运用我们的生命 做投资永恒 主不但讨你的喜悦 更透过这样一个生命的选择 看见绝书 我们在你面前的价值 以及我们象征那个无比的信心 谢谢主 恩待我们与你同在 好 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